正如我们所见,近期以来美国对于对外出口的技术产品管制是越来越严格了,让着自己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。 美国将技术压制手段使用得淋漓尽致,对盟友就开放技术,对竞争对手就严格限制出口技术。 对于美国的这种行为,早就有专家指出,这是商敌八百四岁一千,历史早就证明,以关锁国是行不通的。 据了解,美国商务部供应安全术,于11月19日出台,为一份技术出口管制掀器通知,为外界认定的可能是历来最严格技术限制方案。 这份技术出口管制方案有多严格,我们看看涉及道德领域就知道了,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工智能,脸部识别,声闻技术,到与国之根本紧密集合的量子计算,芯片等,共14项新兴尖端科技被列入了限制出口范围。 对于美国商务部供应安全署出台的这项方案,美国之音媒体显得幸灾乐祸,趁这项措施,针对的就是某些偷窃美国技术的国家,美媒认为这些国家的科技公司将遭到灭顶之灾。 当然,美媒这番话是针对谁,外界都是看在眼里的。 不过前文已经提到,这种方法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,是否伤敌八百,我们不得而知,不过美国自损一千的恶果,已经初步体现了。 就在美国商务部供应安全署19日公布这项方案的当天,美国硅谷吹响了进入寒冬的号角。 近期,随着美国在芯片的尖端领域的动作越来越大,市场人士对于美国科技的预测越来越悲观,正让美国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大受打击。 据悉,英伟达、苹果、谷歌、亚马逊等科技公司股价也是大幅下跌,德国经济新闻报预测,这导致美股市值蒸发规模达到了惊人的万亿美元。 美媒说的没错,是有公司遭受了灭顶之灾,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美国巨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嘀唇